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想问问大家 你们记得今年的5月12号是什么日子吗 对了 就是母亲节 我们今年的母亲节 准备了好多精彩的节目给大家 所以 今年母亲节有三项很重要的事情 要大家要记得 所以大家一起放开笔记簿来写下来 好 第一项就是要邀请朋友 要邀请谁呢 当然是邀请妈妈 婆婆 邻居 姑姑 阿姨 总之是妈妈的就可以一起邀请来 但是不要忘记一起邀请他们的孩子和丈夫一起来 对了 那就是第一个项目 第二呢 就比较特别一点 第二项呢 是要要求孩子们准备一份礼物 当天带来教会送给妈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当天会有一段时间 是特别给孩子们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妈妈来祝福他们 所以记得哦 当天一定要准备礼物 第三项呢 就是第一项和第二项 千万千万不要忘记 第一项是什么呢 邀请朋友 第二项呢 准备礼物 不然呢 后果将会是怎样 哦哦 我忘记今天是母亲节 我忘记准备礼物 没有带来教会 怎么办 怎么办 哦 我知道了 等下报告的时候 哦 跑去厕所 躲在里面就可以了咯 OK OK 就这样做 我的孩子又忘记我了 又忘记母亲节了 没有准备礼物给我 我的孩子不要我了 你看 整天都忘记我的孩子 看来 算了吧 算了吧 所以呢 记得要准备礼物哦